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流往事和几段感情婚姻 蒋介石为人所熟知的妻妾一共有四位 他们分别是原配毛福梅 妾氏姚也成 陈杰如和宋美领 在这四位里面对蒋介石感情最为执着 受伤最深的是陈杰如 他十五岁嫁给三十四岁的蒋介石 离婚后 蒋介石只给了他五万块钱 陈杰如出生在镇海 祖籍伟宁波 幼年时跟随父亲陈赫东来到上海 父亲是一名经营职业的商人 家境还不错 陈杰如就在上海上了学 在此期间 陈杰如和张静江的小老婆成为了好朋友 陈杰如经常去张静江家玩 1919年的一天 蒋介石陪同孙中山 一起来到张静江家中商议事情 无意间看到了当时才十三岁的陈杰如 顿时被大眼睛 高鼻 凉得陈杰如吸引 不时抛去热辣的眼神 蒋介石和孙中山商量完事情后 并没有走远 而是在张静江家门口等待陈杰如的出来 在看到陈杰如后 蒋介石走上去直接向他要住址 光芒的陈杰如给了一个假的地址就匆匆离开 但蒋介石还是想办法找到了陈杰如的家庄 并且向陈杰如的母亲提出要迎娶陈杰如 陈母以陈杰如年纪还小 而且蒋介石已经发七位理由拒绝了 蒋介石被拒绝后 不但没有退却 反而更加执着 他每天不停地给陈杰如打电话 写情书 表达对陈杰如的喜爱之情 但此时的陈杰如却并没有接纳蒋介石 直指陈杰如的父亲突然病逝 家道中路 蒋介石一面请张静江的小老婆向陈母说情 一面披麻蛋笑 操办陈杰如父亲的丧事 最终陈母才点头答应了正门婚事 1921年12月5日 蒋介石和陈杰如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此时陈杰如刚刚已五岁 蒋介石三十四岁 婚后两人的感情很好 蒋介石还带着陈杰如回了凤化老家 见到了原配毛福梅 值得一奇的是 蒋介石为了和陈杰如结婚 还逼迫毛福梅里那婚 此后的日子 两人像热恋的情侣一样 时刻都在一起 就连蒋介石去营救永丰县上的孙中山时都带着陈杰如 此时的陈杰如是幸福的 而且他认为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后来的事实让他措手不及 1927年 蒋介石突然向陈杰如坦白 他要和宋美龄结婚 希望他能为了自己的事业和中国的革命牺牲自己 暂时离开上海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 并且给陈杰如保证 他和宋美龄不会一直在一起 几年后陈杰如就可以回来 陈杰如犹如五雷轰顶 他不敢相信自己最爱的男人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但看着蒋介石坚定的眼神 他知道已经改变不了了 1927年8月陈杰如飞往美国 同年的12月1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 时光飞逝 转眼六年时间过去了1933年 陈杰如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大权在我 陈杰如虽然恨蒋介石 但更爱蒋介石 他回来后申居简出 给蒋介石写了几封信 但是都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回复 最后蒋介石只是托人带来了五万块钱给他 陈杰如心如刀绞 见过后 陈杰如留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 1961年去了香港 1971年1月21日 在香港家中病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a责任编辑 第三个差事 第一次